曾与武党籍参选台中市议员拿下9000多票的就是段提佩 近期对台中北屯区架设了多面的看白广告 上面写着阿伯对不起关键时刻我投后有疑 不对此段提佩表示说蓝白河破局之后就发现柯文哲 说话根本颠三倒四一下深恋一下轻忠 为了主流民意自己必须要表态 他同时呼吁年轻人一定要团结选票下降明清党 段提佩上次选议员一半以上都是年轻人支持我 那现在总统大选快到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 那很多年轻人问说阿佩班长你投给谁 然后我就跟他表态说我投给侯友宁 那他们的意见就不一样 然后所以说在关键的时刻 我的支持者大部分都年轻人 所以段提佩是有血有泪的战将 所以我率先表态 我叫呼吁年轻人总统只有一个 为了完成政党轮替 我们要抛开陈建 把选票投出效果 所以段提佩号召年轻人 就是我们来支持侯友宁 侯友宁是反土派的国民党 他是改革派行政中立 之前好像也蛮认同阿伯的政治主张 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好像有点转移 因为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诚信 诚信治国 因为过去在蓝白河 他没有破局之前 就开始段提佩对阿伯亚的性格 开始质疑 因为他反反不误 尤其他最近的言论 一下说他是神律 一下他要轻忠 没有诚信 没有政治的原则跟主张 所以段提佩依然更加的坚定 要支持侯友宁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他最近因为参加了国际气候会议问题 跟外交部杠赏 他一向讲话折来指望 也被形容是自走炮的一个性格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分析 从吴欣盈对于很多议题的一个发言 可以观察出他不太有一个政治敏感度 而且还不是一位正式进入状况的政治人物 黄阳明认为 现阶段来说 吴欣盈只要能够做到 不让柯文哲扣分 就已经算是最好的加分了 他现在是杠上外交部了 那外交部也杠上他了 为了可能未来没有办法再去参加 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气候的 这个环境的会议 那老实说我觉得 这凸显了民进党的矛盾 就是一方面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 可是呢又要用很小媳妇的方式去经营 不要惹毛别人 可是呢这不就是过去 很多的台派看不下去的中华台北模式吗 他们不是说要什么证明 什么东京奥运要证明为台湾吗 记不记得这样的事情 结果现在吴欣盈感觉比民进党更冲 现在吴欣盈他到了那个国外的会场 他想要去这个突破所谓的外交困境 结果反而是我们的外交部谴责他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但是吴欣盈的口才我必须说他的口才真的没有那么好 不是说不是说讲话讲得不清楚那种不好是他不适合他在很多的议题里面很容易讲到他没有那个政治敏感度了他就是一个比较简洁或说把很多事情比较简化来来论述了所以我觉得吴欣盈我必须说他还不算是一个正式进入状况的政治 他还需要磨练所以现阶段柯文哲能够把他带着能够不扣分就是最好的这个价分 最新的连选来关心台中市长卢秀燕假日南下高雄指导立委纪战区陪同了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市场扫街败票 目前进行的正谎我们时间连线林博瑞 好 主播带您关心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假日马不停蹄 先在台中替自家立委参选人站台之后下午呢紧接着来到高雄陪同立委参选人 黄柏林扫街他们来到三明区的市场的时候呢 人气红不让 贪商民众也是抢着握手 我们先再来听他稍早的最新访问 一说到做到 重视孩子 重视教育的一个议员 这也就是我非常乐意来给他站台的原因 我没有给他站台 我执政 我已经从政三十年了 所以他是我很配合一个议员 所以我对黄柏林驾望加亲 驾你也要情心 卢秀燕表示呢 他跟黄柏林其实认识相当多年 那么过去几次来到高雄的时候 就有注意到黄柏林推出的科丁教育理念 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会特别南下为他站台的原因 也认为说呢 这是有前瞻性的科技教育 应该要让黄柏林能够进到立院推动 至于黄柏林除了誓言未来会把这些想法带到立院之外 也感谢卢秀燕能够拨控南下相挺 相信呢 对于选情可以有所帮助 以上是目前现场掌握最新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谢龙介 在今天出席了颜宽恒造势活动 他只挑违剑的议题 说严家违剑已经拆除 还被追杀跟抹黑 很算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为老家违剑哭了五次 是要如何带领台湾人民 孟将女哭到万里长城也只哭两次而已 他更痛批赖清德违剑你不用拆 就根本是双重标准 这些团队的团队的团队 不但妙凶不够 站住了 他才会激烧 你哪有没有 一千万九百 你卢先得几件水 有跳吗 有 有鸡吃吗 有 有数吃吗 有 有六岁吗 有 官方如果我聽就聽 結果 一個維俊 一個政府領導臨 要選總統 考五百 考五百 你是要怎麼說 台灣兩千四百萬人呢 蛤 只有一個維俊要聽不聽 考五百 面穿你靠多萬 你回事也要考兩聲 你回事也要考三聲 對不對 考五百 你是要怎麼叫我平等給你 一個維俊就考五出 如果要叫我發明你完結 你不要再考 你本人參與你也就考 疫情來自有哪個考 尤其 你對自己 你們假的半屁的床在床 把人假的半屁的床人床在床 你們維俊沒聽 把人維俊都要堆散 有哭嗎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知青回到了新北 為黨內同志站台助選 談起自己萬里老家維俊爭議 他再度的語帶哽咽 不過台北市議員林真與他批評 賴清德難道是在教育全國的民眾 如果你家是維俊那你只要哭一下 死皮賴臉就可以不用依法拆除嗎 而林真也提醒賴清德 維俊本身其實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最好不要用雙重標準硬拗的方式 去解釋說自己的老家其實不是違建 這對人民來說認為是相當不良的事分 現在賴清德就是教育著我們台灣所有的人民 教育著所有的地方政府 你現在要怎麼去面對 有門牌有繳稅的狀態之下 是不是現在全部的百姓都可以跟賴清德一樣 我賴皮啊 我賴著不拆啊 我的爸爸媽媽很辛苦把我這邊養大啊 我們家的這個鐵皮屋 也是我們家一家的回憶啊 請問一下地方政府你可以不拆嗎 所以賴清德今天違建不是大問題 違建大家也不會對你有什麼疑義 因為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是一個歷經的過程當中 但是今天台灣人民要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你對於現在大家放大檢視你的這個案件 更何況還是事實 而且你還可以自己顛三倒四的說 他不是違建 他又是怎麼樣 各種不同的說法 一直用雙標的方式來去看待 我就想請問一下賴清德 請問一下你到底怎麼樣教育我們台灣所有的人民 如果今天不管哪一個縣市 即便是台南市好了 你的本命去的人 他接到了違建通知單 必須要你要依法拆除的狀態之下 請問一下台南市民是不是可以跟賴清德一樣 我哭啊 我難過啊 我媽媽把我養大 我爸爸留下來的只有貧窮啊等等等等的 是不是你在教育台灣人民 你就是哭了 哭了賴著不猜大家也拿你沒辦法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執政黨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一身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好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